今天要滿四歲的小女童 明明是睡著狀態 但手卻時不時不自覺抖動 乍看還以為只是在做夢 但媽媽表示 是6月9號確診之後 第四天才出現 雖然確診女童的媽媽 還在觀察中 但孩子染疫後抽搐 確實值得注意 媽媽把症狀PO網 據網友提醒 這可能是醫師說的肌要型抽搐 還有家長說 自己的孩子除了肌肉抽搐 還會哭喊大叫 但白天都很正常 只是看到孩子 狀態不同遺忘 媽媽也不敢大意 就怕有個萬一 醫師指出身體不舒服 睡不好是難免 只是說要怎麼確認 孩子到底是抽搐 還是只是正常抽動 那如果說你一直抖 抖個十幾二十下 或者抖到一分鐘 那這個當然 我們就會蠻擔心的了 這名醫師出現抽搐行為的女童 媽媽發現跟先前不同 提高警覺 但另外一位確診後 檢查出確實有抽搐 兩人動作看起來很類似 但醫師提出觀察重點 基本上抽搐行為 大多是連續持續抖動 這樣可以注意頻率問題 如果一個晚上 每隔幾分鐘 或是十到二十分鐘 就出現一次 就要小心 就要行抽搐的話 那那一類的話 他基本上還不見得腦子那麼大的受傷 他可能在高燒時期比較會 可是如果是腦子受傷引起的那種 所謂的不正常放電的抽搐 那那個就可能會持續很久 抽男商醫師也說 症狀持續多久 是根據大腦的受傷程度而定 如果孩子已經退燒 家長可以放心一些些 但如果有六大症狀 還是要緊急送醫 像是嚴重抽搐 意識不佳 呼吸困難 胸凹或是唇色 血氧濃度變化以及肢體冰冷 何必皮膚斑駁都要注意 只能說孩子確診 當家長的真的還是無法大意